大家好,继续分享新闻 利特的姐姐朴仁英将于今年的9月和已经交往了两年的素人男友步入婚姻殿堂 利特的未来姐夫是一名潜水讲师,同时还是一名餐饮经营店的企业家 从今年的年初开始两家就在商讨婚事,受疫情影响,婚礼不会大办,只打算小范围内的庆祝 利特的姐姐还公开了唯美的婚纱照,穿着纯白的婚纱的嫖人鹰,身材较好 路背设计展现了完美的背部曲线 新郎身材挺拔,虽然只露出了侧影,但也隐约能看出模样十分的帅气 粉丝们都知道,Super Junior成员之间关系非常融洽 就连他们之间的家人相处也十分的美好 姐姐们会相约逛街 而父母们也会一同去相约去看孩子们的演唱会 甚至在观众席上一起收集舞蹈为他们的加油 Super Junior就是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因此利特的姐姐要结婚的消息一传出 就有不少粉丝们猜测 届时不知道Super Junior会不会全体出动 谁会来当司仪呢 不过祝歌的话应该是金熙哲来唱吧 金熙彻 毕竟在认识的哥哥里 他可能是面向所有的哥哥和观众们承诺过 要为利特的姐姐送结婚祝歌的 要唱啊 结婚祝歌 利特是Super Junior的队长 他的成员里面有金熙彻 还有崔史元 还有我们中国的韩庚 一共12个男子的团体 利特呢 利特呢 近年来主要转型到做主持人 还有综艺的主持人 我看过他主持的一个做料理的这么一个节目 他始终给我的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文静 安静的这么一个美男子 说话声音 声音还不是很高 但很安静 就是给我这么一个感觉 在这个婚礼 毕竟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时期 corona影响 可能是小型的一个婚礼聚会 所以说我觉得Super Junior 会不会全体出动 这个事情可能性不大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成员会出席吧 到时候我们再看 谢谢